3 2 1 平均道 屏東縣長周春蜜與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長張子玲 屏東市長周家綺 多名縣議員及市民代表共同點燈 今年屏東聖誕節打造粉紅世界 12組繽紛燈飾讓屏東公園沉浸在奇幻浪漫氛圍中 周春蜜穿著硬頸的粉紅外套 帶著來賓與大小朋友一起逛屏東公園 欣賞美麗的燈飾 我們有12座的主燈 大家包括大家現在看到的最大的粉紅的聖誕樹 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 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屏東的聖誕節 屏東的燈節歷年來有品牌 今年我們在屏東公園打造不一樣的夢幻 打造不一樣的粉紅 屏東聖誕節有三區燈光展演 主燈秀造夢場每30分鐘演出一次 在田徑廠外牆奇幻繪畫牆光雕秀每五分鐘展演一次 即空中繪本床邊故事每10分鐘展演一次 上燈拍照打卡都超好玩 我們打破以前的一些想法 我們在這個造夢廠做了一個造夢的工廠 然後跟著造夢的大道 另外有這個聖誕老公公還有啄木鳥還有貓頭鷹 做的這個書 大家都一起來看書聽書 另外還有寫上Merry Christmas的奇幻繪畫牆 皮諾聖誕節的造夢大道還下起雪來 彷彿置身夢幻雪國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亦樂乎 每個地方都很漂亮 尤其那個禮物那邊就下雪的那個比較好 比較漂亮 看到聖誕老人還有迷路 還有看到很多閃亮的燈 屏東聖誕節很漂亮可以見大家一起來 今年縣府還特別規劃了外型可愛的聖誕販賣屋 販售各種暖心的商品 屏東聖誕節將展到明年1月1日 十二組繽紛燈飾 邀請大家一起感受粉紅旋風席捲屏東 歡迎開屏東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